后宫的嫔妃都寄给皇太后请安 甄嬛知书达理 皇太后很是喜欢她 让甄嬛有空到她宫里抄写佛经 还赐了甄嬛两匹云锦 妃子们去给皇后请安 纯长在天性活泼 每日里吃很多的东西 甄嬛样样记得 安明容挺了 甄嬛这样关心纯长在 心里很不高兴 傅茶贵人有了身孕 妃子们冷言冷语 竟都是看热闹的 宫里发生了十亿 易坤宫中的小得子 第一个感染了 刘本还没有找到 华妃要置沈梅庄于死地 她指使周宁海 把小得子用过的茶具 拿给沈梅庄用 这样沈梅庄就会染上十亿而死 傅茶贵人有了身孕 变得恃宠而骄 皇后送来的预防十亿的药物 她全部都拿走了 一点都没给安玲蓉留下 甄嬛看不下去 与傅茶贵人争辩起来 宫里的十亿来得凶猛 有不少宫女太监都死了 这时小允子慌慌慌忙忙地告诉甄嬛 沈梅庄也染上了十亿 甄嬛心急如焚 急匆匆地要去见沈梅庄 虽然大家极力阻止 沈梅庄还是见了沈梅庄 沈梅庄躺在床上已经昏迷 甄嬛去请求皇帝派太医医治 皇帝也正为十亿的事焦头烂额 皇帝正与大臣商量十亿的事情 没空见甄嬛 素培圣知道甄嬛要为沈梅庄的事情 请求皇上 他劝甄嬛不要为此惹皇帝不高兴 甄嬛没有办法 只得回去了 回去了路上 甄嬛遇到了温师初太医 他请求温太医医治沈梅庄 沈梅庄是皇帝禁族的嫔妃 温师初为了能让甄嬛安心 下定决心要冒险帮她 华妃也监督太医研究十亿的方子 几日几夜也没休息好 温太医受甄嬛之托 也在拼命研制十亿的方子 经过努力 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小允子传来了好消息 他们抓住了刘本 甄嬛把刘本带到皇帝面前 刘本交代了所有的事情 原来沈梅庄假运 都是华妃一手安排的 而沈梅庄并不知道 自己没有怀孕 甄嬛向皇帝请罪 沈梅庄得了十亿 没有太医给她医治 她自己私自请了一位太医 医治了沈梅庄 皇帝没有怪她 对于华妃 皇帝很生气 她下旨要刺死太医 江城和江慎 使夺华妃的封号 降为贫 而且恢复了沈梅庄的封号和位分 派太医给她医治 安令荣知道 皇帝恢复了沈梅庄的封号位分 也赶着去看沈梅庄 她知道外面肯定有人拦着 不必真正的进去 安令荣听御前的人说 刘本抓住了 她竟派丫鬟故意把风声走漏给华妃 她们把风声移开梅庄的封号位分 她们把风声移开 她们把风声移开